柯市府这边坚持 我说的是要开会 不是开记家会 这件事情大家都会有一个攻断 我们先看这个民调 来 慧珍 我们看到的是 柯文哲讲说他被涉局了 大家的观感是什么 这个真的是重重的打脸 74.1%的人认为说 哪有 这是哪门子的涉局 根本就看不懂 认为他被涉局的是21.1% 来 慧珍怎么样来看 我跟你讲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的发言人的讯息 就已经是告诉所有的媒体记者 是11点30分开始召开记者会 如果你又所谓的会前会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能是直接就说 11点30分就是记者会 那你的市长自己也是11点26分 就已经到达现场 所以整个脉络看起来 从头到尾 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其实就只有柯文哲 我现在有时候常常想想 柯文哲是不是有一点点多重的人格 就是说他可能睡一个觉醒来 他就变成柯文哲一号出现 然后再睡一个午觉起来 就变成柯文哲二号出现 然后去参加上争论节目的时候 就变成柯文哲三号出现 从头到尾 柯文哲一二三号 自己在自己打脸 然后搞得现在其实 这也可以看出来 很多时候当你说了一个话 你就要用更多的人 去圆你更多的话 可是柯文哲你不要忘记是你自己说过的 你一个谎话说了一万遍 这个谎话还是谎话 不可能会变成事实 事实上你现在看到情况就是这样 到底是谁从头到尾都是在用政治的眼光 政治的角度 在解读所有的防疫的情况 其实就只有你 我想关于是不是涉及了这件事情 从昨天到今天都有非常多的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台北市政府自己本身 他的发言人在早上11点01分 就已经简讯发出去 这个叫做采访通知 而且上面也提到就是说 陈时中在稍早之前 其实已经跟他的市长跟副市长 都通过电话 那卓越中心在昨天的时候 也公布了整个在那一天的 比较质疑的这个通话的部分 也讲到就是说 那个时候在通话的过程当中 其实更早就已经跟柯文哲提到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对柯文哲来讲 我认为当然是大伤 也就是说第一个他去质疑的那些点 其实后来都被证明讲说 似乎台北市政府内部 本来就已经知情 甚至他提到说 像唐凤做的这个所谓的预约系统 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还去窺唐凤 还说我知道啦 你不是做政敌的 所以他也不去怪他或什么 但后来发现到的是 光这个政院所提出来是 在除了第一次之外 台北市没有派人参加之外 后来有包含所谓的企划师 有所谓的专门委员 甚至连在做测试的过程当中 台北市政府都有派人参加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柯文哲来讲 他其实面临到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说我认为他其实本来想 把这个矛头对向 这个所谓的中央 当然你说疫苗不足的这件事情 我想全台湾不是只有台北市 有这样一个感受 很多人都期望也渴望 就是能够更快打到疫苗 但是从这个点之外 如果你做了非常过多的延伸 会不会其实返回来伤到的是你自己 比如说刚刚提到了柯文哲 讲到的那些的质疑点 甚至他认为因此而被冲康的时候 后来发现到台北市政府 其实是有人参与的 这个就会回来 就是会让大家自己讲说 第一个是你台北市政府 当时在参与的这些过程的 这些人 你要嘛就是没有回报给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会搞不清楚 因为我认为柯文哲可能不会说谎 那所以他是真心不知道 你认为他可能不会说谎 我只能这样想 因为我没有听到他的同仁怎么说 那所以其实柯文哲现在做的指控 其实是台北市政府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去参加相关会议的人 或者有参与到这一段的人 你们都没有跟市府回报 导致你的市长会公开讲说 你看我都不知道 我会有突袭 我会有冲 这是很严重的指控 也就是我大概可以慢慢理解 就是为什么过去有一段时间 跟柯文哲合作 或者可能跟他共事的伙伴 在离开柯文哲身边之后 大概对他评价都是蛮特别的 也就是如果今天这一些人 他其实回报了 或其实按照 因为我不太知道 就是说台北市的公务机关是 他去参加活动回来 可以不用回报的 所以才会导致大家都不知道 但如果他有回报 但是却被指控说 你看市长都不知道 真的害了你知道吗 那问题是你内部的问题 还是外部的问题 他如果是真的有心要讲 他去上那个节目 他是不是应该要讲说 他防疫上面做了哪一些东西 而不是在这个时间点 在那边骂东骂西 我们来看一个状况 我让两兆的说法都能够呈现 我请教慧珍 来我们先看到的是 指挥中心 因为去公公设局了 所以只好把那个时序 都整理出来 人已经救你 救你 还要整理这个给你看 来9点45分的时候 阿中部长是打给黄珊珊 然后黄珊珊因为旁边就是柯文哲 所以又把电话又交出去了 两个人是直接通话的 在通话过程中就有达成共识 然后说我们在环南市场的现场 来开记者会 后续包括一些流程 谁会加入 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洪志 就是台北市府的陈志涵发言人 他也在群组里面 就有一个这个采通的通知说 柯市长跟黄副市长都会出席记者会 所以你应该是知道记者会 不是你说的开会 其实我觉得这样 就是在争执说记者会还是开会 这个也是蛮没意义的一件事情 然后来我们看 柯文哲这边他的回应是什么 他就说不一样 我告诉你 你现在越解释 越让人看破手脚 我当天因为我们成立了联合前进指挥所 应该要有工作会议 要讲清楚成员跟分工 但是中央你出来开记者会 却不开工作会议 其他都不做就跑掉了 难道就所谓的有政府只作秀吗 唯一句话给他突破 他当天早上是11点26分到现场 11点30分 他是最早到的 对 11点26分到现场 11点30分要开记者会 他是要跟人家开什么会 开什么会也没时间 只有四分钟他要开什么会 所以他知道嘛 他知道是记者会嘛 所以黄珊珊帮我们补充 他补充的内容是说 因为有接到电话没有错 也有把它转给市长没有错 可是他们一直在争执一件事情 我说的是开会不是开记者会 说找的地点是万华曲公所的礼堂 来当作会议的地点 可是这个王毕胜这边 中央的回应是说场地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就直接到这个现场 站着讲也可以 因为他认为是开记者会 我不知道到底是谁被听错了